104 文匯報 女建築師享負姓名粗刀理工創新樓 2015年7月18日國際新聞A19負責東京奧運主場館設計的扎哈 哈迪德建築師事務所 其項目主任克維林作日就事件回應 否認工程超知是由於設計 並指場館採用標準物料和符合日本承建商的技術 預算亦在日本體育協會設定限額內 克維林指真正的考驗在於要在限定時間和急劇增加的建築成本下 為可開閉式頂蓋找到可接受的預算價格 對於日本建築界群起批評場館頂蓋設計 並聯署要求撤回設計方案 哈迪德批評日本建築師不希望外國人設計東京奧運場館 但同時他們卻在外地留下自己的設計 65歲的哈迪德於伊拉克出生 在黎巴嫩讀大學 之後移居英國 進入倫敦建築聯盟學院 哈迪德在1980年成立自己的建築師事務所 其建築風格大有強烈的抽象感 在國際建築界享負姓名 2004年更成為首位獲得普女慈黑建築獎的女性建築師 指名作品包括台中古今漢美術館和北京銀河須去等 香港理工大學蔡瑪馬會創新樓亦是他的傑作 《惠報》 根本文化